连续11年举办的日月坛花火音乐会 今年以歌舞线为主题 是日月坛结合在地景观与文化的年度盛事 主办单位在主题和演出节目上不断的推陈出新 今年再加上舞蹈创新元素 让音乐会呈现出百老会的风采 吸引了28000多人到场感受歌舞的魅力 在台湾大哥大的赞助下 连续11年举办的日月坛花火音乐会 在中心停车场盛大展开 今年台歌大再度自我突破 加入了舞蹈创新元素 打造百老会等级的演出规格 尽管演出版权的授权金是史上最高 但台湾大哥大不惜成本 希望让这场年度盛事 一年比一年更加精彩 更加有看头 今年我们的节目是非常的特别 除了有这个月星之史 江老师所知道的交响乐以外 我们还有王典 就是我们的歌手南高音 还有李嘉威 张新杰等等 那我还有呢 台湾大哥大的勇敢追梦的 苏天佛两位这个歌星来参加 今年最特别的呢 跟往年不一样的是 我们除了音乐以外呢 我们更请台湾艺术大学 他们的舞蹈系的学生呢 来表演 所以今天呢 基本上呢 不是只有音乐会 是一个歌舞会 所以我们把它定名叫做 Music Line Dance All Night 那我希望今年呢 可以给各位观众呢 一个很不一样的感觉 就是类似在百老会 是个outdoor的broadway show 除了每年举办的花火音乐会 台歌大发挥了企业社会责任 邀请社团法人 中华小郎萎缩阵 并有协会参加活动 支持落势团体 日月潭风景区管理处 以及县府 则是感谢台歌大多年来 协助南投景区观光发展 代表日月潭管理处 感谢台湾大哥大 那我们日月潭加点滑活动 台湾大哥大 跟我们管理处合作 已经迈入第十一年 那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 而且有品牌 那我们大概前一个月 我们整个观光的住宿 全部都已经刻满了 整个产业就带动起来了 那现场就超过两万人 那我想台湾大哥大 这个音乐活动 它是有古典怀旧 还有现代潮流 那也是一个 有艺术文化的音乐饗宴 代表林县长 一方面来感谢在场各位 当时对台湾大哥大的照顾 那另一方面 也对我们南投县的整个景点 做了非常多的 那个付出 也让我们在每个景点 就是要去做出什么改善问题 那这些年来我们 特别要感谢日月潭的公管处 在维护日月潭的整个安全 以及寿司光量做了非常多 那因为台湾大哥大其实 因为他在11年前 在办这个回归社会的公立活动 我可能特别感受得到了 日月潭花火音乐会 吸引了超过两万八千人 到现场感受舞台魅力 由歌手李嘉威 张鑫杰 首席南高音王典 以及嘻哈团体 STF苏天福 登台全市 更首度加入了国立台湾艺术大学 舞蹈系学生舞团 并延续了指挥 江景波带领的 月薪之石管弦乐团 演绎海面外音乐歌舞剧经典名曲 犹如一场盛大的户外百老会 最后并以长达五分钟的烟火秀 划下句点 让大家度过一个充满艺文气息的 周末夜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